一連兩天在原山花博市集 有各種特色餃子 也叫大丸創意 把整隻蝦子包進餃子裡 經典重現日本漫畫中華一番生龍餃子 另外還有將牛肉包進意大利餃 常常堪息的乳酪 吸引了不少韜客場鮮 很將火烤讓星星小卷更甜嬌香 重點來了炒霸氣餃子 把整尾草蝦都包進去 還能看見蝦頭跟蝦尾 絞肉混合独門菜脯調味 收工現浪的海龍王餃子海鮮控 可不能錯過 很少看到整隻蝦子下去做了 這個是用一整隻的蝦子 然後裡面還有肉 我覺得很好吃 一口要下彈牙鮮蝦 釋放滿滿海味 香吃還得碰運氣 因為這是市集才有的限定款 想說要怎麼樣做出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看了那個中華一般 有那個生龍餃子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升級版的 下鍋油炸 酥脆外皮 方方扁扁就好像枕頭造型 炸到金黃起鍋後再淋上醬料 煙燻牛雜肉包進金黃色的意大利餃 嚐嚐前身乳酪 讓人無法抗拒 那個牛肉的肉汁搭配乳肉的香味還滿搭的 老字號烘焙坊更是突破挑戰 冰花煎燥 外皮吃起來卡滋卡滋 內餡融合得失食材 每口都能吃到肉塊和特製酸菜 酸菜的話 它用青蘋果跟那個凱莉蝦香下去煮 所以它有一個香料的氣息 然後加上那個肉排的鹹香 就是比較去中和它的那個味道 一口接著一口民眾吃得過癮 週末假日的圓山花博擠滿人潮 夜這夜打完創意 讓傳統餃子蹦出新滋味 記者臨時達黃玉婷才訪報道